三名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崔鹏飞 全燕峰 这几天回河南老家休假时 遇到洪灾 防汛形势严峻 两人当即写下请占书 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一起参与抢检救灾 可能这两三天 估计之后就可能恢复的差不多了 哎呀 我是说自己亲自带传队过去 他们比较好 比较诚意一点嘛 说实在的 因为前几天呢 我两个手都不能动 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个关节都不能动 所以说麻烦 就说这两天好一点 我就想带传队过去了 哪怕是爸妈煮菜也好 或者干嘛也好 是吧 受灾那么严重的心里难受 清挂的 那是没错 但是目前我在这边看到的确实是就是说 基本上都都恢复了就是了 就是带着水泵然后去 去地下室抽水 就是那些比较地下坑井啊 或者地下那个隧道啊 或者那种过车的那种地方 比较低洼的地方 沟路的隧道基本上政府已经组织 已经优先已经解决了 那现在就是这种商品房 这种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全国的电力都掉到河达来 然后基本上电 现在水电都已经陆续都已经恢复完了 好的好的好的 那你们真的太辛苦你们了 那我这样捐一点钱 捐一点心意 捐到哪里去呢 我觉得还是红十字会 我觉得可能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种官方一点 阳心上的事情嘛 应该做的 是吧 哎呀那是 那是 你这个光业做的也不少 哎这个要的 因为这个这个确实受灾太严重了 这个讲的辛苦了 天灾年过的 感谢啊这么关心 今天我们河南老家这边的 人民的疾苦 我觉得非常要的 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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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过去一趟 过去一趟更好 就是你们在哪里 为什么跟你联系呢 你们在哪里 你们更懂得组织啊 那我就帮帮忙啊 准备是今天 今天晚上就要准备动身了 我说说给你提早打个电话 我们这边排闹 排闹可能它民间差不多 大大小小的也会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说 因为现在 确实你们再过来 好 然后这边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哎呀遗憾遗憾 没有没有到现场 确实是 哎呀这种因为相距太远 时间很难弄 是啊是啊 不然呢 外地的车这边进不来 我当时从洛阳来郑州 高速都是不通的 都是走省道啊 省道还是有些地方通 有些地方没通 堵车也堵得半死 所以说其实就是很会难的就是了 好 好 那教授员 你们辛苦了 我现在要回我自己的家乡泰林 朝我们泰林红知识会啊 对这个河南灾区 献一点我自己的心意 真的 他们真的不容易 哦在这里哦 好 因为我的手是 这半个多月来都不能 不怎么能动 好 那样怎么样去做呢 你的钱 好 那样怎么样去做呢 先让我们红卫 我们红卫 帮你转过去 那我这边红卫 会开这个就是 监证 就是你的这个 花票给你 我理解我理解 那我就说 我们不是说要证明什么 我们只是说 进到我们的心意就知道 哦那我知道 那但是我们说这个情绪 因为现在回来也要开花票出来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红城都会 感谢你为我们这个河南 和我们就在监证的这个 爱情办法 应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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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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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